看着这一片一片绿油油的薄荷 不做到什么 手都痒痒 新鲜的薄荷最合适制作一些薄荷油 被文冲叮咬了 涂一下 消炎止痒 驱蚊醒脑 何乐而不为啊 首先用传统的方式 把薄荷倒成泥状 然后倒入容器里 接着加入纯净的橄榄油 橄榄油没过薄荷就好 之后密封起来 夏天天气比较热 放置两到三天即可 一般网站上建议 这样的薄荷油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但是我还是建议 连薄荷带油一起加热 不超过100度 大概90度左右 一来可以更充分的提取薄荷醇 二来可以杀菌消毒 之后用带孔的纱布 把薄荷油挤出来 分装进已经高温消毒过的小容器里 如果蚊虫叮咬了 抹一下 质氧效果相当好 薄荷油也可以作为按摩油 这两天 后院种地的活干多了 手腕开始酸痛 抬不起来 结合刮沙板 刮室手腕穴位 两天左右 基本恢复正常了 这种带滚珠的小瓶子 倒是很方便携带 方便涂抹 外面买的纯的薄荷油 是通过蒸馏的方法 萃取出来的 浓度很高 使用的时候需要稀释 而我们这个方法 自制出来的薄荷油 浓度刚刚好 可以拿来直接使用 我的手腕曾经打过两次封闭 看起来高高大大 却是手无伏击之力 中医讲究 不痛则痛 我们没有办法呢 不使用自己的双手 但是呢 却可以知道 如何及时地去维护 几下子下来 手呢就出刹了 还是很有效果 用薄荷油来按摩呢 这回可真是晚间飘香了